遊戲機前四名小男生圍在一起 但是他們的動作看來並不是在操作機台 黑色衣服的男童 右手拿著寶特瓶不斷的灌交機器 他動作停止大家還一起低頭 疑似要看水流狀況 這就黑衣男童跨步往前 把手上的寶特瓶瞄準了右邊的機台 黃色洞口垂直灌光光 這群孩子的惡作劇 兩台遊戲機主機板炮湯 一顆顆彈珠在機台中 玩家拉動彈簧 將彈珠彈入指定的軌道就能得分 這個黃色擺放鋼珠的洞口 就是監視器裡面男童們灌水的位置 對於機台業者來說 小朋友灌水惡作劇 雖然不是店家本身受害 但還是覺得太誇張 無人店應該都會經常遭到破壞 應該維修起來也價格不費 不便宜啊 維修的部分其實它也是其次 重點是破壞之後的整個營業損失 它這個有沒有辦法去預估的 沒有辦法布置 原來監視器畫面中 被惡作劇的遊戲機台 是無人看顧的娃娃機店 當時這群小朋友惡作劇 店家發現的時候 孩子們已經離開 初估主機板毀了 光是機器本身的修理 就要兩到三萬 業者還沒有提告 我方瞭解案件發生為本月18日下午6時15分群 在潮州鎮中州路段某夾娃娃機店前 兩部遊戲機台遭小孩用水灌入 以致主機板故障損壞 遊戲機被灌水惡作劇 業者低調表示確實已經造成困擾 播出影片是希望提醒家長 多注意孩子的作為 灌水迫害實在不應該 3D新聞朱俊傑 鎮榮屏東報導